叫我活該什麼東西 你自己不付錢的一些很爛的男友是嗎 然後就分手算了 活該這個字不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他先錯了 我才說活該 你那時候講活該這兩個字是故意的 還是你想要覺得幽默 故意就諷刺他一下 那你 那就是你會啊 我真的很說不一樣那種態度 那你在報復你跟杜力是一樣的 我覺得我應該 如果一個男生跟你說 他我要去買東西啊 你等我一下 你跟我一起進去好了 那那個男生就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吃什麼態度 很差耶 他女朋友應該是先說 先說不好意思我錢不夠啊 你的錢夠嗎 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你可以幫我付錢 你為什麼覺得 Saven就是小錢 一直小錢是不是 買了一個五六萬的包要你付 我沒有不願意幫他付錢 我真的是沒有帶 那你錢不夠還加活該 對 你加活該 你加活該都好 你不可以加活該 她的關鍵 她每次都希望 小霞 是不是你女朋友每一次都這樣做 她每次進貨都希望我可以幫她付錢 那你每一次都付了嗎 大部分都會 所以她那一次會覺得你是應該要付 但你沒有付 沒有我之前跟她講過 我覺得我不應該每次付錢啊 小亮哥 小小我知道 我知道 沒有我是覺得 她的活該 我們可能幫不了她 對 幫不了 不要躺這個渾水 不要把它當理所當然啊 那個也是一個 我對你很好 你應該要珍惜一下嘛 不是 感覺的問題啊 偶爾就沒有關係是不是 偶爾是OK的 偶爾OK啊 我覺得一定要 我們進去買一個汽水啊 什麼什麼啊 我幫你付啊 OK啊 有時候你進去幫我付也OK啊 但是你不要一直以為就是每一次男生都是要付錢 就是我覺得 呃 哥們 我們不要那麼計較 OK 對然後第二個 如果有問題 你直接說 但是要 找一個比較適合的情況說 比如說 她剛剛讓你不爽的時候 你不要 現在解決這個問題 你付完之後 所以 誒 其實我覺得 你的 你這樣子一直讓我付錢 我沒有很喜歡這個感覺 我覺得 這種的行為會 比較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沒有人會很生氣 但是 你們聽一下傑克的意見 你會不會幫女生付錢 OK 你看 她的音不同的方式喔 你們不要這樣喔 OK 你們不要這樣喔 不是 不可以這樣喔 你們 你 你開心就好 對啦 你看 對 傑克 重點 那有多少錢以上是你不會付的 我沒有很多錢 所以一萬多是 是我的價錢 我們說 一萬一千 一萬一千 放心我們都不會吃那麼貴的 對 而且7分以內沒有要吃到一碗太多 也很難 很難說吧 等一下 你 為什麼很難說 他們好注意你講的話 小良哥 他就是針對我的嘛 對不對 我有一次 之前我跟我女朋友去逛夜市 那他就一直 因為我女朋友就會一直跟我講說 你不要那麼胖 你太胖 不要吃太多 吃少一點 吃少一點 他講的也是實話啊 他是胃糖 沒錯 所以我沒有生氣 可是都會到夜市了 不要這樣說了 不要這樣說 Siri 對不起 你是很有同感 只有你懂我 對 我們都會吃飯 不要去夜市 你只要到夜市 跟我說你太胖 對 真的 真的 或者是說出國去玩 去外面玩對不對 對 那去外面玩就是要買東西 吃東西 對 你跟他講說你不要花錢 對 或者是去那種吃到飽的餐廳 然後說你不要吃 對 這種很討厭 但是我覺得那一次 我覺得還好 那時候你不要吃太多 好好好 然後吃到最後一攤 我們就要做一個完美的Ending的時候 我記得是那種麻油腰子 那我女朋友很喜歡 那她就說那你不能吃喔 你不可以吃麻油腰子喔 那太胖了 然後我就說好好好 那我就點一個那種 三肉魚湯 絲目魚湯比較輕 好 她點一個麻油腰子 我點一個絲目魚湯 她就說那她就先去做我再點 然後我就看到有那個 她那邊有那種 那種麻油炒的那種 腰子加雞蛋蛋 就是雞蛋蛋 那我女朋友很愛吃那個 我想說 我女朋友很愛吃的 那我就點好了 然後重點是 我女朋友去坐下之前 她有跟我講一句話說 你不要點太多喔 我說好 好 結果好 菜來了 那個最後上 那一盤那個炒雙腰一上 好啦 我女朋友發火了 她說 我有沒有叫你不要點太多 我說 沒有很多啊 而且這個是你喜歡吃 我點給你吃的 她說你不要騙人了 你不要騙人了 你結果自己想吃 我有沒有叫你少吃一點 你看你那麼胖 你這樣子對不對 怎麼打球 什麼什麼什麼 開始講 我說 我是點給你吃的 是你喜歡吃 我才點給你 你不最喜歡嗎 然後她就一直覺得 我在騙人 是我想吃 所以我才點 但真的不是 我真的是點給她吃的 我有一次也是跟我老公到泰國去 但因為 其實我老公 他不敢吃魚 所以到泰國 因為泰國有魚露 魚露味 老實說我敢吃魚的人 我第一次聞到魚露味 我都有點怕 然後我們就到那裡之後 我就去美食街 我想說這裡還滿熟的 我就想說 你第一次來 因為我很常去泰國 我說我去買就好 我去買了米粉湯來 兩碗 然後去買了春捲來 殊不知 因為米粉湯跟春捲裡頭 它的那個蘸醬 還有米粉湯裡頭 都會有魚露味 所以當我把蘸醬 那個 幫我把春捲拿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老公坐在那裡 臉整個很臭 我說你怎麼了 他說那個味道好重喔 因為老實說在美食街 就已經有那個魚露味 然後再加米粉湯跟那個春捲 他說味道好重 我說所以 他說我要吐了 在美食街 我那時候懷孕四個月 我千里條吧 去美食街弄一些米粉湯跟春捲 他就說我要吐了 然後我說 所以呢 我說那怎麼樣 他說我不要吃了 然後最後也很火 所以我最後就把兩碗米粉湯 跟兩碗春捲 就吃掉 真的 這跟 這跟生氣沒關係嘛 心靈姐 沒有 兩回事喔 這實量他的故事 這是生氣 所以他才吃完的嗎 兩回事喔 還是很開心的吃完 不一樣喔 我很可憐 我米粉湯很燙 然後春捲還好 可是我以最快速 把它吃完 因為美食街弄 所以你是很餓嗎 你這樣講得比較好嗎 要不要扮大胃王餅 所以你有想過我很委屈 我來四個月 我幫他拿很多東西 然後我又吃得很快 我們真的都很想幫你 可是你的結尾都很怪 很燙什麼的 他是說他委屈的在吃米粉 對 跟春捲 真的 又很燙 因為開心的吃跟委屈的吃 那是不一樣 那你老公咧 他有吃東西嗎 他這個就沒吃 他就什麼都不吃喔 他就回飯店吃飽 可是我可以了解你老公的心情 因為如果他不喜歡吃魚肉 你還點那個 他真的會省 對啦 孕婦 因為像我之前就我不吃香菜 我只要有香菜 我就會立刻就暈倒那一種 然後結果我男朋友去買肉圓 加了大量的香菜 生不生氣 所以你就暈倒了嗎 不是 你有沒有想過他是希望你暈倒 他又可以傻 又可以傻 重點不要放錯 暈倒之後 再把他抬走 沒有 套一句雪狼 打電話摳下一個人 套一句雪狼哥的話 你還不懂你男朋友的意思嗎 對啊 你們不要那麼會 這種幼稚的事情應該不會發生在浩然姐的家 浩然姐的家 我覺得吃什麼東西 什麼時候吃 有時候真的要看時間 因為我們有一年情人節呢 因為情人節大家都知道很多餐廳都客滿嘛對不對 但我覺得不見得一定要去到餐廳去吃情人餐 但是我們家老公呢 他那一天我們就在想說 今天要吃什麼 中午喔 我老公就說 情人節 不然我帶你去西門町吃一個很特別的 那我覺得你要講特別的 你就要負責任 對不對 然後我就開始打扮啊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吃什麼 他就說 我跟你講這一間店有我滿滿的回憶 你在想說 回憶又特別 情人節很好啊 然後我們就開上市民大道 寶火線來了 其實這一次吃這個餐我是沒那麼生氣 就在我們在市民大道的時候 接到了李羅哥的電話 李羅哥剛好打來跟我老公聊一些事情 然後就說 欸 鍾萍在哪 我老公說 啊 我要帶皓然去西門町吃東西 李羅哥說 欸 我們也是要去西門町吃耶 我說真的啊 吃什麼 他說 我們要去吃日本料理啊 我就是帶佳節訂了西門町油間 很好吃的 很有名的那一間嗎 對 然後 我老公過完電話之後我就說 欸 李羅哥也要去西門町啊 他說對 他們要去吃日本料理 我在想 喔 日本料理還不錯 但我老公講特別 又充滿滿滿的回憶 應該也不會太差嘛 對不對 然後我老公就開了車 帶我走走走 走到了那個西門町下 市民大道右轉 不是有個橋 轉角有個米粉湯嗎 然後到那邊了 然後他跟我說 我說 他說 你說得很特別 滿滿的回憶 就是這裡嗎 他說 我跟你講 我以前在唱民歌的時候 我當我唱了一天的班的時候 到這邊吃了這一盤米粉 我就覺得 好開心 他就跟我在回憶 他以前 跑民歌餐廳的 很好啊 對啊 對啊 他把他這個 情人節 我跟妳講 我先跟妳講 第一個情人節 第二個他先跟我打 講說是特別的 滿滿的回憶 滿滿的回憶 沒錯啊 七夕情人節 你知道有多熱嗎 你知道那一家轉角 是沒有冷氣的耶 沒有我跟你講 然後那家李羅哥 為什麼他去吃日本料理 沒有那不一樣 那日本料理沒有回憶 沒有回憶 日本料理沒有回憶 為什麼人家老公 就帶去吃日本料理 沒有男人 男人最窮的時候 就是他最窮的時候 那你們老實說 你們真的覺得去吃米粉湯 很浪漫嗎 當然很爛啊 情人節 對